这次啊 你一定要拿出点血性出来 不能一直当包子 你手里可是 赚着结婚证的人哦 凭什么次次让着他们呀 该让你去的场合不让你去 要钱的时候就想起你了 那他们是帮你当媳妇 还是拿你当提款机呀 听到没有 别什么都听我爸的 这里让让那里让让的 这个家都快让成别人的了 晓晓 这是妈妈这几年买下的所有房产 全是黄金地段的店面 都记在你的名下 你仔细看看 都在我名下 妈 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妈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 这会儿给我这些东西了 刚刚得到消息 你奶奶要求你爸分家产 一半的家产分给曲连杰 否则死不明 你爸 答应了 凭什么呀 我爸跟你曲连杰妈 离婚的时候 可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啊 我爸他是近身出户 除了生活费以外 其他的一概不负责 凭什么要把家产一半分给他们 你爸于笑 妈也不是不知道 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能做到这个分上 之前 为了你哥那一个亿 你爸口口声声跟我说 这是最后一次 只要替他还了这一个亿 以后 让他离公司远远的 从此守着他的房子车子过日子 可是你奶奶一句话 他就变了瓜 他根本就不想我们的感受 他甚至不惜伤害我们 妈很含心 真的很含心 他搞什么呀 钱是你两个一起赚的 他凭什么不经过你的同意 就先答应我奶奶 跟你奶奶没关系 这么多年 我是自己骗自己 总说你爸 也为难 也不容易 也是迫不得已 可通过这件事情我才明白 你爸心里 他就是这么想的 你奶奶说的话 只是一个借口 我 你爸有二心 妈也不是没有准备 所以啊 早给你留下了这些 你把它拿走收好了 你爸现在手里头就是个空壳子 之前赚的所有的都在这儿了 所以 你别怨他 妈 你对我最好 我不想跟你爸闹翻脸 这次要是你奶奶真去了 以后 他就再也没借口回老家了 如果不想离婚 那就当以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好跟你爸过日子 至于分家 你妈 那是不可能的 你哥还是让他回到原来的公司去 挣几个小钱 算是给你爸面子 晓晓 你给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不能赶尽杀绝 知道吗 嗯 妈 你把这么多都给我了 你自己留了没有啊 吃饭的钱是有的 别的嘛 也靠你自己了 妈 你最苦了 妈都这个年纪了 跟你们年轻人不一样 你得答应妈 房产证这个事 你不能告诉赵医生 谁也不能告诉 知道吗 嗯 妈 话说回来啊 虽然你对我这么好 但是以后我该跟你闹的时候 还得跟你闹哦 这个脾气是你生的 像你 你得多担待 傻孩子 妈妈永远爱你 你知道吗 妈妈这辈子 最骄傲的就是你 你不但维护妈妈 还特别地能干 比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男人强多了 妈有你这么个好女儿啊 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 呸呸呸呸 妈 你胡说什么呢 这么不吉利啊 行行行不说了 对了 你都老大不小的了 你和赵医生到底怎么样啊 要是好的话就赶紧结婚 生个小萧萧 好啊 那我生一堆过去烦你 行了 妈该说的说了 该做的也做了 先走了 妈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自己好好的啊 妈 拜拜